针对咨询议事,首先由议长饶庆宁开议主持 现场并介绍长宾乡乡长潘淑芳以及乡民代表主席等贵宾共同丽临参加 在议程当中,首先由议员张全新兰 针对文化节活动与党土讲问题提出了相关咨询 请教我们原民处处长 处长,针对我们刚刚所研究的问题 因为还没有做一个结论 那本席还这次有跟您请教 因为这次我们风筛过后 真的不断的大雨之后 我们原乡很多农路都破损的非常非常严重 还有就是有关我们海端乡很多部落的居民 都是依靠着山来居住 所以这也特别显现我们挡土墙设施的重要性 那这边还是要跟我们处长来反映 就是像农路的部分 我们并非每一条农路都是只供农民来跟做使用 有些农路甚至是我们部落检易自来水 修缮的主要道路 所以当这个道路一旦坍塌了之后 部落居民的用水又引发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还是希望说我们原民处 是不是能够针对我们地方的基础建设 能够不断的向中央来争取一些经费来做修缮还有建制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关党土墙 本席这边还是要在强调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部落的时候 有一些党土墙虽然是它建设的年代非常的久 大概是在民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建设完成 但是当时在建设的时候也跟村民反映说 可能经费上没有办法一次将每一个依靠在山部落的居民 将党土墙一次做好 我想说如果说针对基础设施整个应该是都有 群欠大概都有原地乡镇都有这样的相关问题 所以我想说如果说我们大家就是 我们可以收纳大家各个乡镇的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就提报到发动基金这边 好那这边就还是希望我们处能够帮忙 是不是能够提报一些计划到我们发动基金来 真的做好一些比较完善的措施 议员高美朱也提出有关于南岛节活动 面对原住民文化 在制作产品上是否凸显出专有特色 希望原民处长能加以检讨 并且在未来规划出更完整的相关计划来 我刚才没讲到 他们对岸都可以把槟榔弄成真空包装 那我不是说让你们吃槟榔 我只是一个敬言 比如说我们有地瓜酥或是什么 也可以包成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那这个槟榔很好笑 它里面有一个口诀 它说一口槟榔 精神抖手 我并不一定要让你们吃这个槟榔 好 让你了解说 好 谢谢 我只是让你说 我们很多在地的产业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包装成这个样子 或是手提包或什么都把它包装 包装得很好 这样子是不是外来的客人 来我们社区的时候 就可以买这些饭手里 希望处长这边会后 是不是你们好好的通盘去检讨 这样的事情 日后 东台新闻也将持续的为民众报导出 攸关你我权益的相关报导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好 好 谢谢观看